奉献祢的爱 去爱受苦难众生 奉献祢的爱 去感化不爱祢的人 奉献祢的爱 就像母亲爱我一样 用祢的爱 去感化不爱 我们要让我们智慧提升到清静的阶段 这个叫做金刚智 金刚智慧 也可以称为无尘治 没有烦恼 没有沉沙的烦恼 一点点的烦恼都没有 那么这样子我们要如何办到 第一个 我们要降服我们的自心 因为久经轮回之苦 我们很容易随静 把这个心随静而转 我们要离开一切的静缘 任何的外境 我们都不以touch 我们随缘不攀缘 我们让自己的心静 永远维持一个清静的圣体 这样子你才可以能够完成你所需要的 各位要知道 我们的智慧来自于慈悲 来自于没有愤怒之心 可是很多人习气使然 这也是自己的业力 受了外境任何的影响 一刹那情绪奔腾 很容易忘了自己 在这个时候 愤怒向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在修行上 要修到 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你生气的 无声法忍 除了你不生气之后 你还要有慈悲贯彻到底 让你的心性一直保持一种平静 你能够维持这种功德力 所以你要见性的机会 才能够提早到来 所以我们常常翻阅经典 无上甚深为妙法 这句话就是见性的语言 就是进入到了自性智慧的大海里头 它是珍宝非常的多 自性的大海 无量无边 深不见底 但是后面一句话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劫不是时间 这个劫就是你每一个妄念就是一个劫 百千万劫 百千万劫 你的妄念这么多 你如何去见性呢 根本就不可能 再多的时间 也不足以让你修到见性 所以 一定要让我们的心清静下来 让无明离开我们 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 那么在当时首先第一个转世的佛佛 就是噶玛巴大手印的传承者 杜松巴辛 他转为噶玛巴士 这个噶玛巴士 有一个很好的 他转世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 当他在打坐 年纪蛮大的时候打坐 就跟他的弟子讲 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赶快问 因为这个闪烁的油灯 当他熄灭的时候 也就是他要舍爆的时候 所以弟子不知如何问其 就问他说 那么尊贵的上师 你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这个最要紧 你离开了我们之后 谁来引导我们 离开这个无明的世间 到光明极热的境地 所以修行者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时刻 所以他的尊贵上师就说 七年之后我会回来 就把他的传承法帽 交给他的大弟子 这个时候油灯就熄掉了 第二年春天 有一个村庄的老夫妻 因为西藏人看起来很老 其实才四五十岁 因为在那边 那个地方风霜雪月 全年都是白雪飘荡 人都要经过这个风霜 看起来特别的苍老 这里的夫妻说 我们很久没有到试验去供养 喇嘛 没有去供养上师 我们选个日子到楚布施去供养上师吧 他的太太说 好吧 那让我把这一块这个地毯 啊 啊 普普支起来 我们拿去卖 我们才有钱可以供养师 这一天他就把这个 普普拿去卖了 买一些供养品 来到寺院的前面 忽然空中飘出一个声音来 这个就是喇嘛巴西这位上师 他说 我明年要去你的家 当然这两位居士夫妻非常高兴 这个上师要我们到我们的家来 等于说佛光普照 欢迎赶紧大礼拜下去 对喇嘛巴西的一种尊敬的鼎礼 他不知道这一位上师已经圆寂一年了 结果他回去等了一年 第二年春天也没有消息 等到的秋天 唯一的消息就是他太太怀孕了 这个就是转世的开始 那么这个小孩出生之后 聪明绝顶 聪明绝顶 到了五岁的时候 他爸妈就把他带到佛寺 他就不回去了 他说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佛寺 这个就是一个转世的一个奇迹 那么运用法报化三生 做转世的行为 这个就是不舍众生 这个就是不舍众生 这方面我们必须有外的灵热 以及成就金刚瑜伽母的换身 跟灵热的加持 对内就是要 内的灵热 顶猴 顶猴心 齐轮 还有这各轮的知道 我们它的分布要寥寥分明分别 第三 对于秘密的灵热 也就是妄想 各种灵的颇流 自然的安极 以及在中脉快速的运动 这个就是说 在修行上的各种环节 第四 有普通的灵热 普通的灵热 就是让自己得到了 九正之后 有这个五通 这个除了漏进通之后 有五通的世间的圣 那这个 这个 刚才介绍 这个秘密灵热 要观想这个短阿疵 在中脉快速运动 这个部分 他是 这个 要观想 灵气的流动 这个要观想力要很好 所以一定要禅定的功夫 第五个有特胜的灵热 这个有五项 五种的力量 五种殊 殊胜的功德 那五种殊胜的功德 第一个就是火爆花光 有黄色 第二个是月光 那透明 透明的这个没有影像的 第三个 日光 就是有红色的火焰 那这个一般凡夫看不到 第四种就是要 好像土星的一个光环的 这个蓝色的光环 第五个就是闪电的光 有淡红色的闪电光 那这五种光呢 缠绕在身体上的时候 可以印象到八种师胜的德性 第一个是地大 地大 第二个是水大 第三个是火大 第四个是风大 第五个是空大 它的殊胜神力 比如说 地大有纳罗炎 纳神力 特别有这个力道 那么水大有柔软的光 光滑 身体上的这个皮肤 都是很柔软光滑 但是它能够水大 强到入火 不烧 不焚 不焚 那火大 它的本身能够有走火 能够融化 或者是打通脉结 那么风大可以让身体感觉很清安 那么空大的部分就是让自己能够有飞行自在的能力 第六个跟第七个 这月大跟日大 也是同样有飞行自在的能力 第八就是瑜伽成就红光身 这个就是说让身体的九窍门能够关闭 另外这个口 舌头 河伦 以及这个扼下 以及意念能够 这个舌头与意在一边可以关闭 那么意念我们的心能够很正念 保持一个正念 正念之门都可以打开 这个时候可以印象到无上的安乐之境 这个就是身口欲完全能够调伏 那么第三种 我们要介绍修行的次第 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 我们宁玛巴有九种的次第 跟修行的这个过程 首先有三个次第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的 比如说第一种是升稳的次第 升稳成 第二种是元节成 第三种是菩萨成 升稳成就是要修到正的五蕴无我 也就是说跟心经所讲的五蕴皆空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正到法无我 这个就是升稳成 这个就是升稳成的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主修是上座部的经典 七次元节成要修四圣地 以及十二一年法 从无明到老实 无明行事明色六入 处受爱取有生老实 从这个过程反面的因缘法 要把它修回来 正入这个就是元节的部分 那么第三就是菩萨成 菩萨成在密中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为世中 它有为世实相派跟为世假相派 那么第二种是中观中 中观它有说一切无自性 这个是属于比较初分的部分 中观自虚派以及中观应成派 第二种是一种了异的 为世大中观 这一种是细分的部分 自他中观见 这个就是这三种是属于基础 也就是要修苦行明觉的内三层 那么从第四种 事业成四部的事部 事业部 以及行部成 以及瑜伽部成 这三种 这三种 是属于密教的外三部 也就是要修苦行明觉的内三层 那么四瑜伽的部分 修行是以身仪的事业 身口的事业 修四真实 什么是四真实 第一个是我所 第二个是本尊 第三是念诵 第一次是净律禅定 那么证件的部分 他是要修到证悟至先 明空细论志的这个智慧 那么他的果德 可以证得三明词地 三明词金刚地 这个就是说 公巧明 一明跟一明 都要懂得 那么行部的部分 就是证件要修 这个跟瑜伽部一样 也就是说 证诸法无相加持力 观世俗为金刚界的本尊 那么在行部方面 在行部方面跟四部也是一样 他是增加了沐浴身心 得到了外的清静 那么所修是圣意的菩提心 无相 无相 无辱 无助 无出 那么在果地方面 要修到正四种 四大总性 也就是四方佛的总性 这种磁地金刚 那么在第六种 瑜伽部方面 瑜伽城是 在建地方面 就是正的诸法 无相加持力 观世俗为金刚界的本尊 这个叫做且切 那么行部跟这个 他的修行跟行部一样 还有这个主修是修本尊 迎请智慧尊 以及禅定 以及观想 这个定力 那么果得得到了五种性 五方佛 严密刹土 正觉成佛 这个在瑜伽部的部分 我们在一般在修行 我们所观的是一个 这个开始观想的 这个本尊 跟实际出来的本尊 是不一样的 他比说 我们修阿弥陀佛 我们所观想的 这个本尊 这个观想的本尊 是一个标准的 这个本尊 这个修行的 这个时候所观想的 当你入定之后 真正来的本尊 又不一样 这个就是要修生起之地 那么修生子之地 主要就是要 它要证悟到心性 现空同大法身 超出心则 超出我们的这个心则修 也就是父续一家 方便续一家 我们要修到金刚升级 无道 从无道游 这个生起之地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 无就是说 一个无明的境地 一直修到佛的净土 这个叫做 生起之地 那么 果德就是正的 无上的菩提 这个以我们 现在我们 新佛事来讲 就是要修这一部分 要经过考试合格 才可以修生起之地 那么将来 修生起之地之后 还要修圆满之地 从有修到无 那有就是有净土 修到空性 法性身 那么 这个第八 第八个次地 就是阿努瑜伽城 阿努瑜伽城 就是圆满次地 也称为母婿 智慧婿 这个就是 心的精要修持 那么 他的 修一切法 本空 那么修行是 注于无分别智 起聚生智 那么 果德就是正的 普贤位的 无学道 最后 第九层 就是阿地瑜伽城 乌尔序 也就是 这个 最极瑜伽 好比说 十轮金刚 那么 殊胜的 吉密则修 在这一部分 称之为 大圆满 那么 这个 大圆满 因为 每一个人 本具清净的圆满 具有 法 报 化 三身 这个就是 自信三身 本具主 那么 法身就是 智慧光明 本底空 报身是 本性光明 化身是 大悲 明 正分 那么 在这里 我们就知道 生死 捏盘 一切法 先前 要离构 明空 成为 赤肉之身 这个就是 智慧 自然的智慧 具质 无缺 固称为圆满 解脱 生死的方法 方便 那么 这个 这个方面 进而能够 进入到 这个 以法界 为一体 所以 称之为 大 那么 在修 这个 这个秘城 大圆满的时候 就是要超越了英国 菩提心 所以这个是 最大的秘 一般 也许对于秘教 有一种 神秘的感觉 那么 我现在跟各位讲 何谓秘教 这个就是 秘教从轮回之 意识跟烦恼 之火载中 解救出来 那么 以自信空的智慧 跟 大悲方便 从心中 生起 大热的智慧 这个就是秘教 所以我们 在秘教里头 大圆满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 心的部分 也就是 万法 尽在心中 所以 我们一般 称为 十法界 万罗生 生罗万象 就是十法界 在界部方面 以法性 指普贤 法界 其他 就没有 弃出 一切 有无是非 对立 皆不 辨别 于光明 尽中 可以成就 红光 金刚 身 在要门部 拓噶 超越 超越 也就是 超越 世间 一切 像 绝缘于 无论任何的牵挂 负担 都不在意 本质 清静 妄念 镜像的变化 一切的 起伏 不去辨别 他的好坏 不做破例 只保证 他的光明赤肉 这个就是 大圆满的心要 那么 我们要了解 在台湾跟西藏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现在来介绍西藏人 他的出家生旅的生涯 他的一天 作息 跟我们这边的作息 稍微有一点不同 在西藏来讲 因为我的教育是在尼泊 我不是在西藏 但是 我西藏 我有去参访过 那 这个 西藏他这边 中年 冰天雪地 除了夏天 夏天还好 但是 这个 夏天是一个短暂的 气候 那么冬天 秋天 或者 这个春天 这个比较长 那么晚上的时间 都是很冷 在那边 除了冬天 可以 稍微 这个 把时间稍微调一下 一般 三点就要起床 三点到五点 这个时间 两个小时 首先起床 要做 漱口刷牙 吸脸的动作 还要 打扫 深房 还有 这个 输油灯 要补充 补充输油灯 还有 上香 焚香 还有 供圣水 这个 这个 祈祷 持咒 还有 这个 送经文 这个是 个人 起来 要做的 这些工作 有两个小时 那么 七点的时候 因为 在西藏 一个寺院 它很广泛 占地很广 大概 有十甲 二十甲 那么广泛 那 比如说 这边有个 地藏殿 那边有一个 文书殿 或者有一个 这个 普贤殿 或者是 观音殿 都是距离很远 每一殿 都有一个 金刚上司 在那边主导 还有 带领一些弟子 在那边共修 那 三点五点 就是在 个人的领域 去共修 到七点 到七点时候 会吹 法号 那这个 法号吹的 这个声音 很舒缓 很柔和 这个声音 就是要大家 上早殿 到大殿 集合 那大殿 在我们这边 就是大雄宝殿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雄宝殿的门 还没开 那么大家就在门前 集合 在那大礼拜 西藏人 西藏人 他们 他们 都会 把时间 很 掌握得 很好 他不会把这个时间 浪费掉 一有空 就赶紧 参为 大礼拜 这个 即使在等的时间 也可以持咒 念书 一直在练 这样子 那么 大门一打开之后 就要 进到大殿来 那么大殿 它有掌 又有序 尊掌 就要坐在 比较高的位置 比如说 大佛佛 他就坐在 比较高的位置 中高的位置 就是 一般的佛佛 那么 比较低的 地上铺的 这个就是 喇嘛 做的 那么 全体坐齐了 大家陆陆续续的 进来 都坐齐了 大门 就要关起来了 大门 盖起来 关起来 就开始 这个 随 维挪 维挪 领诵师 他开始宣布 找殿 开始 也就是 找客 开始 那么 威诺就 领头 诵经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就 跟着诵 那么有一些 身体不好 生病的 或者请假的 就按照 戒律来 戒律规定 怎么样出自 就要 到 结膜 金刚 那里 去 跟他 报告 要请假 那么 这结膜 金刚 就是 管理者 他 有一 手拿的 这个铁棒 有人 称之为 铁棒 他就是 在管理 寺院 在修行当中 有 这个 打顿的 或者是 这个 做的 不端正 或者 没有挺胸的 或者是 不专心的 他就 这个铁棒 事后 我们这边 有这个 结膜板 结膜板 也会 去 事后 他们 那么 这个 供修 二十分钟之后 会 暂停 暂停 就由 侧门 侧门 又 厨房 会送出 送来 这个 很热的 这个 酥油茶 这个酥油茶 每个 老妈 自己要 带一个 这个碗 自己要 自备 带过来 那么 酥油茶 就把他倒 倒到这个 个人的碗杯 那么 全部 到齐之后 维罗 要先 诵经 要供养 要先 诵经 供养 供佛之后 大家 再开始 吃早餐 吃早餐 就 揪发 揪发 这个 用手 捏捏 吃 配合 这个酥油茶 这样吃 吃过了之后 大家停下来 又开始 诵经 诵完之后 经过了 二十分钟 又停下来 喝茶 这样大概 要三次的时间 三次就 六十分钟了 那么 到了 九点半 七点 到九点半 就 结束了 那么 早点 结束之后 大家 就开始 另外一个 诵经 比如说 这个 念诵 心经 度母诵 或者是 这个 观音 托罗尼 或者是 密勒之八的 试愿文 求生净土文 文殊菩萨的 试愿诵 这个就是 各自 在另外这边 还要在诵经 诵完之后 这个窒息的经典 自己在诵 结末金刚 会持相 巡逻 看看 每一个人 在这个 用功上 各自用功上 做得好不好 那么 这个大概 有半个小时 到了十点之后 辣妈 就 开始 从事 自己的 本职工作 过来有 过来要 工作了 像各位说 你有阴队 要出你 跟上京 你就出去 你可以出去 诵经 赚外快 如果 你要学经论 你就到上师那边去 辩经 学经 要去做准备 因为你辩经赢了 你才有资格 因为辩经一次 录取二十五名 才能够进阶 你变成五名 下次再来 这个就是 要辩经 论经 还有一些人 出坡 要开始 生产劳动 这个跟我们 这边一样 还有一些 在绘画 画灯膏 或者是 磕 磕这个 金板 用木头去磕经板 或者是雕刻佛像 或者是绘画 这个堂卡 他们这个绘画堂卡也好 这个雕佛像也好 不像我们这边 我们这些财富 那不行的 在西藏很严格 藏传佛教 你要去 绘画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顶礼 顶礼后 三顶礼后 再把这个 布曼打开来 才开始 绘画 那么 每一下笔 都要默念 本尊的心咒 你现在在伟大这尊 你一定要说这尊的 这个念义的心咒 口除了念咒之外 任何 头想什么都没有 也不讲话 任何人经过 或者问什么都不谈 他就专心 专意的在那里 你会画 一笔一笔很工整的会 下笔再会画 会到 而且不是 如果没有打坐 一定要跪着画 不能说 不能说椅子坐的 二郎腿一敲 这在画 这个就不行的 这个都犯了贼 所以都很虔诚的在那画 画好之后 全部收起来 盖起来 还要顶礼才离开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规矩 所以我们在请佛像的时候 绝对不能出价 不可以说出价 不可以说 不可以比较稀 这个真正如果是根据这个仪轨在做的 这个是无上的法宝 无价的珍宝 不能去论价钱的 所以我们以虔诚的心 去供养这个绘画的上师 他们绘画有分等级 徒弟 师父 以及高级的就是上师 上师的作品就非常的精美细致 一部画 他们都是由天然的 这个石头去研磨出来 所以一部画能够保存着上千年 都不会褪色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精品 甚至于有的人就是整理经书 做各种活动 一直到下午一点半的时候 就是下班了 所以他从十点开始到一点半 这个就是个人做上班的时间 做个人的事 那么一点半之后 开始做午餐 午餐寺院只提供输油茶 输油茶大概一个人可以提供八磅 那么其他的饭菜自己要准备 那么其他的饭菜自己要准备 那么大部分就是在各店师徒那边 他的弟子去准备 供给他尊贵的上师这样子 那么大店这边提供八磅的输油茶 下午四点 那么大家又开始心经的唱颂 要唱颂八次 以及度母颂二十一次 那这个冬天会提早一点 在三点半就集合了 因为冬天比较快太阳下山 度母送跟心经之外 还要加持送守护神的启愿文 以及由寺院安排的具体工作 在这个时间大家要去把它完成 之后到了六点 就是要做晚课 晚课跟早课的内容是一样的 那么一样我就不要重述了 那么在十点晚上十点 就是休息的时间要熄灯 输油灯都要熄掉 在西藏都市有这个电灯 在乡下没有电灯 都是点输油灯 那值得一提 在西藏有这个革西 革西就是革为西念 表示是善知识 或者称为博士学位 这个是革西 那么他是要学完五步的大论 差不多到寺院来 有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 才有资格精修密宗的 比较深奥的部分 那五步大论就是四量论 法称菩萨的四量论 以及月称菩萨的入宗论 以及四亲菩萨的俱舍论 以及弥洛菩萨的现观庄严论 以及功德光菩萨的戒律本论 这个是革西要做的 看部要做的 看部就是管理者住持 他们握有升级考试经济权 以及处罚权 所以这个住持 他的权力也是蛮大 那么喇嘛的部分 就是小喇嘛进来 不剃头 第一年考验期要观察 那么不剃头 让他在这里学习 那么半年以后 要一次小考考试 之后 年末的时候要做一个大考 成绩合格了 才可以剃头 剃度为正式的喇嘛 那么他们在这一年当中 要背诵五十页的经文 那么考试要背诵经文 也要提问问题 看他能不能反应过来 甚至于要变经 在西藏也有节下安居 一共有四十五天 这四十五天 讨论的是 辩论会 讨论会 变经会 以及祈祈祷法会 那么最后就是 老妈如果没有受过正式的受戒 这个头的后面要留意错 长发要留掉 正式受戒了之后 才能够全部剃掉 那不过 虽然能够剃 但是后面还有一堆 那表示他还没有受过拒足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